老師 聽說你在掏金喔 這不軟 這不軟 等一下... 來 現在這樣好了 這東西先起來 讓你放起來 放起來到這裡蓋不住就好 不要太大了 再拉一下 你一層那麼大層 你體格這麼好 你頭這麼好 我... 我把自己放起來你知道嗎 錄影到現在很少看到老師 這麼被罵得 從不罵到我的 這個還給你 今天算指揮票這樣 好喔 師傅我剛剛有給你下定 我不要這一次的 你不要碰到這個 切好彈彈下去了 你自己把它切開 對這個彈彈回去 這個手才把它切掉 好 好 這個肉的 這個要切嗎 好 不要這麼壞 我真的... 當有機會我跟他壞兩聲 不然我罵到就爭笑了 有沒有 我們這個國際迷思啦 平常很少被罵著 撐開 撐開 撐開之後 還在我們討厭 彈彈就像剛才那樣 好 彈下去 你不要拚死罵就出來了 稍微再拉一下 這個... 這個水是... 對啦 我剛才都看就知道 你這個... 不會啦 你... 跟你說是喔 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 頭髓也會死 沒有啦 沒有這個人... 這個頭髓也沒有給我這包啊 沒有給我這包 你不要給我這包 我給我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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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人家給我這包好 好 你看 我以前... 我以前... 我賣的... 不看得比較有賣 你這個賣的... 你怎麼會吃... 我去死賣的... 這條錢不好啦 你知道嗎 人家穿一盒而已 你穿了兩三盒 誰叫你穿圓桃更漂亮 不要浪啊 不要浪啊 誰會教你 你怎麼粉絲不一樣 我們有肉絲 人家吃到... 我看你粉絲啊 沒有粉絲 好 人家摸過之後 讓你摸到茶� 老師自己吃... 掏金喔 有沒有很想要去掏真正的金啊 你真正的金啊 你怎麼再摸中的 你知道嗎 看人家這麼簡單 你怎麼... 滑掉ised 那不是你在摸... 不是我在摸見啦 你不要這樣子摸啊 你不要再摸在那裡 我幫你摸那邊 我應該摸到那邊 喔... 你一定要摸到那邊 好... 你一定要摸 你好 就摸到在那邊 你摸到那邊 你摸到那邊 摸到那邊 你知道嗎 摸到那邊 我很摸到那邊 這樣吧 我摸到那邊 你以前說 你是不是有很多人命啦 這個以前是有很多人在當家 這感到好的人在當家 你知道嗎 入口即化的味道 號稱沒有水到的當家 無牙堂 對… 好…介紹一下… 不要再想麻煩了 想麻煩沒什麼意思 火鍋就在牙關了 我實在看你 我們不出來說了不出來 開心啦… 因為以前的故事都不去你聊聊天 我自己不要走過來 趕快繼續回來 老闆是第三代了啦 老闆第三代聽說什麼 老闆跟我們記事一代啦 我跟你說真的 第一代是創事一代 第二代是領事一代 老闆過三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過三代就我們四代 叫做記事一代 這個東西 是早前 古早時代 有一個人在吃的東西 因為這個人捏花 沒水到 他會想吃素食 吃甜的 有一個人任性去找那些老債服去做 做的證明他想吃甜 吃甜的東西 或是說素食的東西拿來吃 但是他沒水到過程吃的東西 這是古早我們說的 他沒剛才一直在 一個…十個…十個… 十個…十個… 來那去學習 正新大溪老街那時代 對… 我們老闆說我先去 不然就拿幾項出來作風景 對啊 不然就說幾項 說大家吃到這裡就好 不敢吃 吃雞啊 不…沒有啦… 吃飯而已啦 對嘛 從你們張家開始 開始大家都在做耶 大家做在那裡 分析是原料都不一樣 我們的原料 我們要自己處理一下 手勢… 手勢… 手勢很重要 你有沒有體驗啊 你生產生體驗啦 不要我不要再說 沒有再說我會不會 對啊 先去看 再買中也有錢 好 老闆你來幫他收個尾啦 我們聊個天啦 不過你說這個 今天還真的來掏金 可是說到了金 聽說這邊真的有大溪三金啊 大溪有三金 我們一定要去 這邊是這個 不用拿來配三金 什麼是三金 煤礦 还有木材 还有蟑螂 可是你知道 煤矿跟蟑螂采完 木材后来也尽采了 但是它还有一斤 真正的黑斤 黑豆干 以前有一句谚语 吃豆干做豆干来的 黑色色的外衣 藏着Q弹的口感 这一块小小的黑豆干 是桃园大西 家喻户晓的美食代表 背后更是传承了历史记忆 探究大西黑豆干的起源 就向各家业者家族史 有一说是清末名措的凌融 来台湾创业 用故乡的方法制作豆干 子孙不愿承接事业 就传给邻居江旭时 民国十年开设商号 明融豆干店 江家第二代江宗万 发扬王大 大西的水汁很有名 我们这边三名水秀 那而且当初我们就是用那个井水 我们这个井水是打原层出来的 所以水的品质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加上技术好 所以慢慢的大西豆干 在台湾一提到大西 就知道大西豆干很好吃 那后来就是蒋公 他把林寺设在池湖 那游客就一下子暴增很多 那时候真的是功不应求 大西黑豆干 欧卜卜卜的外形 历史由来也很戏剧化 焦糖和豆干 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样东西 意外擦出美味火花 大溪居民黄乌跟太太黄秋露 为了这样卖不出去的豆干防腐 临之一动用了糖乌卤制 我曾祖母就会蒸那个碗粿 然后叫我爷爷他们兄弟拿出去卖 那碗粿在大溪会放的食材 其实就是豆干跟菜脯 那就有人建议我曾祖父说 你们家人口那么多 为什么不去找个人去学做豆干就好了 如果没有卖完的话 很容易就是变质 有一年的过年 我的曾祖父就发现 我曾祖母在蒸那个年糕的时候 年糕呈现的颜色是金黄色 还蛮漂亮的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们把豆干泡到焦糖水里头 去试看看会是什么样子 那他就觉得说 这个颜色还不错 总比黄黄的好 所以于是大溪的手工污豆干 就在这时候产生了 豆花入魔在用白布包覆 动静极其加压 豆花变豆腐 老师傅巧妙的手艺 能将豆腐包紧 让豆干扎实 手工黑豆干 美味百年不变 关键就在两步骤 滚烫盐水让豆干一聚 这锅浓腻糖污有特殊比例 放太多豆干会土太少 则是没有香气 烹烹厚实的黑豆干 排列整齐等待风干 以为结束了吗 还得泡在特制卤汁 四到五个小时 卤上三次 做工相当反复 在日治时期 大西黑豆干还曾经卖到北部 成为台北人时髦淋嘴 在历史上站稳地位 就是因为关键的两个时期 在日本人关里面 豆干就只有白色或是黄色 可是突然间有了黑色 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在史证四时博览会上面 然后它大放异彩 这一块豆干可以改变 这个产业人的生活模式 就是从民国六十四年开始 它的前任时期 从停车场走到我们家 这条这个店面 其实你算得出来 有几家店 全部都在卖豆干 清末到民国初年 大旱西水运便利 贸易发达 但是桃园大顺逐城之后 水流量锐减 船只无法再停靠 大西迅速没落 青年子弟出外谋生 黑豆干也成为 一解相酬的食物 但也因此广为流传 变成民产 民国六四年 此乎开放电铃 观光客放满 就连前总统蒋经国 也来探寻美味 大西黑豆干就像一把钥匙 每吃一口就能回忆出 背后的历史故事